提到拳击运动 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暴力血腥的运动 也有人认为拳击是一项集技术力量胆量和头脑于一身的运动 甚至称它为甜蜜的科学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人夺得冠军 也有不幸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期的视频大师也将会带大家观看 拳击历史上命丧拳台的三场惨案 和造成拳击手殒命的原因 第一场比赛发生在60年代 1962年3月24日 一位25岁的古巴青年 带着自己的拳击梦想 站在了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来捍卫他引以为傲的次中量级冠军金腰带 这场15回合的冠军争夺战 却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战 他叫本尼·帕雷特 8年时间打了50场比赛 战绩35胜12负3平 在本场比赛穿着白色短裤 身穿黑色短裤的就是对手 埃米尔·格里菲斯 来自美国的职业拳击手 年龄23岁 职业战绩29胜3负 这场生死战是双方的第三次较量 第一场帕雷特在第13回合 输掉了冠军腰带 第二场双方打满15回合 帕雷特重夺冠军腰带 所以第三场就显得格外重要 赛前被帕雷特嘲讽同性恋 然格里菲斯心里压着火 悲剧发生在第12回合 双方的体能都有所下滑 评论员在比赛中说 这可能是整场比赛最温顺的一回合 几秒钟之后 他就会明白什么叫打脸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帕雷特的头部遭到了29次连续中击 完全失去了还手能力 甚至没有躺下的机会 对手火力全开的勾拳 让帕雷特成为了人肉杀包 死死的被定在角落 裁判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想起叫停比赛 但是已经回天乏术 帕雷特被送进医院 十天后去世 本场比赛的裁判 叫做格德斯坦 曾经也是一名拳击手 职业战绩55胜6负 甚至被公认为最好的裁判 也因为这场比赛备受争议 而帕雷特的教练 也因为没有及时扔白毛巾 而感到自责和内疚 最终退出了拳击行业 小说家诺曼梅勒说 这是他见过最残酷的一次拳击比赛 2005年的一天 对手格里菲斯在纪录片结尾时 这个内疚多年的男人 被介绍给帕雷特的儿子 帕雷特的儿子拥抱了格里菲斯 并告诉他 你被宽恕了 第二场比赛发生在80年代 1983年6月16日 地点同样是美国麦夫逊广场花园 21岁的小比利 克林斯 虽然入行只有两年时间 但却打了14场比赛 并保持着全胜的记录 作为拳坛的不败新星 不但被拳迷所喜爱 也被业内人士所看好 但克林斯并不知道 等待他的却是一场 早有预谋的圈套 对手叫做路易斯·雷斯托 今年这28岁 战绩为31战19胜 他渴望在拳台打败每一个对手 求胜欲却让他一时诡弥心窍 原因是他的教练巴拿马·刘伊斯 在自己的拳手身上压了重金 为了确保雷特斯赢下比赛 甚至勾结了第三方人员 教练在比赛之前 对雷斯托的拳套动了手脚 取出拳套中的部分海绵 换成石膏粉作为填充物 这样制作的拳击手套 在检查时肉眼看不出 只有在比赛当中 石膏粉遇到汗水 才会慢慢变成硬块 杀伤力也会翻倍 拳头就会变成坚固的铁狼头 实力不够 作弊来凑 雷特斯把教练的恶行看在眼里 但他并没有制止教练 而是带着石膏拳套上场 比赛中的表现足以说明 论实力 克林斯要甩出对手几条街 就算有坚固的狼头加持 克林斯还是打满了十个回合 对手拼尽全力也无法KO 但肉体终究挡不住 作弊拳套的进攻 十个回合打下来 克林斯已经是面目全非 对手通过判定获得了胜利 俗话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启莫威 装入石膏粉的拳套 能够让你在拳台上爽上一时 但最终还是会露出破绽 克林斯的父亲 在和雷斯托握手时 明显感觉对手拳套发硬 父亲当场要求体育委员会 对雷斯托的拳套扣押检查 最终师托二人的行为败露 比赛结果被改判为无结果 教练刘伊斯被吊销拳击 即使参加一切和拳击相关的工作 雷托斯也被无限期的禁赛 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劝你们好自为之 回过头来再说克林斯 这场比赛让他的脸部肿胀严重 被中击后的眼睛也无法睁开 经过检查为红膜断裂 视力永久抹骨几乎失明 近时都会影响拳手的发挥 更何况是眼睛几乎失明 克林斯的职业生涯彻底断送 也意味着赖以生存的饭碗被砸 一名优秀的拳击手被彻底摧毁 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让克林斯最终走上了绝路 1984年3月6日 克林斯开车撞进了寒洞 以令人惋惜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愤怒的家人把雷斯托和教练告上了法庭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正义不会缺席 师托二人被判人身攻击罪 共谋罪和持有武器罪 雷斯托被判处两年半 教练刘伊斯被判处六年徒刑 和21岁克林斯相比 这样的惩罚显得太轻 曾经大师爷也专门对这场比赛 做了一期专栏视频 之所以把这场比赛当作案例 因为这是我眼中最卑鄙无耻的作弊事件 为了谋举利益牺牲他人 21岁的拳坛希望 克林斯成为了金钱下的牺牲品 也是拳击史上一大污点 衡量一个拳击手的好坏 不仅看他的比赛成绩 摇看拳手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在擂台上的伍德 一旦失去了伍德 就算战绩再闪耀 那也只能是个有拳击执照的屠夫 时间转眼来到2019年10月17日 美国27岁拳击手 帕特里克戴经历了四天的抢救 却没有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 一时引起了世界拳坛的悲伤 对手也造成了心理阴影 在听到消息后悔恨不已 我也只是想赢下比赛 却没有想到会这样 如果知道他会离开 我宁愿不打这场比赛 帕特里克戴和其他的拳击手不同 他的家庭条件十分优越 父亲是一名医生 母亲是联合国的翻译 自己拿到了两所大学的双学位 原本不必冒险 就可以赚得比打拳更多 但从小喜欢拳击运动 让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职业拳击手 2017年获得了WBC美洲大陆冠军 2019年获得了IBF洲际冠军 职业战绩17胜4负1平 对手是来自美国的查尔斯·康威尔 有着实战全胜的拳弹新星 在这场比赛中 戴在第四和第八回合都有被击倒 在第十回合再次被对手击倒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最后一次重创 或许正是这一拳重击 随后戴想要移动离开 却为对手追击中命中 最终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甚至眼睛也出现了翻白 现场观众捂住嘴巴不敢相信 对手康威尔也感到非常迷茫 医护人员用单架抬走了浑身抽搐的戴 进入医院立刻进行了脑部手术 但戴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最终因脑损伤遗憾离世 这场比赛相对比之前 承办方的经验更丰富 拳手在比赛前也接受了身体检查 整个赛事流程也符合规定 抢救 吸氧 救治 送往医院 整个过程都没有被耽误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三次的击倒或许就是最大的问题 前面的两次击倒带的表现很正常 看不出任何的不适 裁判通过肉眼观察 只能通过询问和眼神 来判断拳手是否能继续比赛 在维基百科我们可以看到SIS 第二冲击综合症 运动员的头部在第一次遭到脑震荡损伤时 如果没有及时的停止比赛 给脑部充足的时间来恢复 又在很短的时间内 继续对脑部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更多的冲击 会加速和恶化症状的发展 但在十回合的拳击比赛 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恢复 或许在初期轻微脑震荡时 拳击手并没有明显的不适 还可以凭借着意志战斗 裁判在这个时候叫停比赛 拳击手肯定是不乐意 所以在这个临界点很难把握 毕竟裁判的肉眼不是CT 除了以上所说的二次冲击 还有一种被称为CTE 慢性外伤性脑病 这是脑部经过反复的受伤 脑部造成损伤无法修复 它和二次冲击的区别在于 CTE所带来的伤害 要在多年后才能发现 可以理解成慢性病 后期的表现为痴呆 眩晕 记忆力下降 缺乏平衡等 甚至会出现帕金森综合症 较为典型的就是拳王阿里 根据统计 拳王阿里的职业生涯 共计遭到了29000次重击 CTE并不止发生在拳击运动 橄榄球 足球 曲棍球等等 都是CTE的高发人群 在竞技运动中 只要还有比赛 受伤和离开都是无法避免 根据美国的一项统计报告 拳击运动从1890年至今 有1500多名拳击手 直接或间接的死于拳击 1983年韩国拳王金德九 在对战雷曼悉尼的比赛中 对手在第13回合50秒内 打了金德九共计39拳 在比赛进行到第14回合时 金德九失去了保护能力 最后一次被击倒在擂台 送到医院后进行了手术 取出脑部100毫升的瘀血 但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金德九的妈妈悲伤过度 两个月后在家服毒自杀 比赛中的裁判 理查德格林 也因为内疚和自责而自杀 一场比赛 三条人命 也成了拳击史上最惨的比赛 瞬间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舆论 很多人呼吁取消拳击比赛 迫于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 拳击组织也修改了比赛规则 冠军战由原来的15回合 余率改为12回合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回合击倒三次规则 也是来自一场拳击惨案 1937年1月30日 玛丽诺在比赛中被对手击倒了5次 就在裁判宣布结果时 玛丽诺倒在擂台中央 两天后在医院离开人世 因为这场惨剧 纽约州体育委员会 对拳击规则进行了修改 任何一名拳击手 在一个回合被击倒三次 都会被视为淘汰 比赛要马上停止 正是因为一次次的改进规则 才让拳击死亡力稳步下降 曾经每年12人死于拳击 近20年已经下降到2-3例 但还是无法做到百分百安全 而造成拳击手死亡的原因 大多是由于脑出血和颅脑损伤 第二次冲击综合症 经过长时间的比赛消耗 再遭到反复的拳头击打 造成头部严重积累伤害 所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被一记重拳 KO秒杀 拳击比赛中 死亡案例在中量级上下居多 重量级相对会比较少 重量级的拳头很重 重到一拳足以KO 之所以提到拳击 很多人会联想到暴力 大多是因为一拳拳的击打 和一次次的击倒 不可否认拳击是一项 十分激烈的对抗项目 任何对抗都会有受伤 但它终归是有规则控制 没有拳击手愿意看到 自己双手沾血 相对比生活当中 拳上压下的欺辱 利益争夺的暗斗 我想拳击运动至少是干净的 好了 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 给一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